中国大运河 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在杭州遇难的 杭州是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的城市 同学们,在你们中间一定有人父母的老家就是杭州 也一定有人在中国旅游时到过杭州 可是你们也许不知道 杭州还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的终端 由于中国的地势是西面高,东面低 中国大部分的河流都是从西往东流 在古代,河流像今天的highway一样 是最重要的运输途径 为了贯通南北方向的运输 我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里许多次努力 修成了一条南北方向的水上海尾 大运河 从左面的字符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大运河的基本情况 请在图一里找到中国的三大河 在图二里,有中国东部的五条大河 河的流像也是从西往东注入大海 从图三可以看到 大运河的修建把中国东部的五条大河南北贯通起来 图四显示大运河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